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一博才真正迎来爆红 之后 王一博的工作也是非常忙碌 但他并没有退出这档节目 每个星期都会赶回来录制节目 也是相当敬业 近日 网友曝光了一组天天向上全新路透照 当天的天天兄弟来到了四川乐山 从网友晒出的近照来看 王一博 汪涵 钱峰 大张伟等人的到来 引发了很多粉丝的围观 王一博身穿浅蓝色衬衣 搭配黑色短裤 侧颜状态下的他依旧是帅气十足 汪涵一身白衬衣 净显大哥风范 可能天气太热的原因 王一博便把外面的衬衣脱了 穿上白T恤的王一比 像个翩翩少年 前段时间 网上一直都在说 王一博举铁胖了 目前来看 王一博的身材状况很好 丝毫没有发福的迹象 短发造型依旧是满分 据了解 天天向上在江边录制节目 从网友晒出的镜照来看 现场人山人海 把整个场地都围了起来 不得不说 天天兄弟的人气确实是很高 离开了精修图的王一博 颜值不但没有翻车 反而更加帅气 王一博 大张伟 汪涵等人走到人群当中 一个女生看到王一博后 一直都无嘴笑 估计是见到王一博太激动了 一下忍住 王一博本不是主持人出身 所以 在舞台上的话并不多 这次王一博在现场宛如一位懵懂的少年 话不多还有些羞涩 不过以王一博的颜值 不用说话 站在那里都能圈粉无数 王一博站着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就行了 大家对于王一博的近兆有何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